我操 当初二人恨之入骨的反派 现在再看 才发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好现实 抗拒交税 给我抓起来 大人 我们身份卑微 跟天斗跟地斗 就是不敢跟官斗 这一切 大人能收下 算你实习啊 大人 我们两兄弟出到贵宝地 什么也不会 空有一身蛮力 希望能够追随大人 满嘴油腔滑掉 该打 多谢大人自打 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得到 谁要是敢找我的负贵 我请你一定要把死 如今再带入天宝的视角就会发现 一天工资就混了份编制 简直就是逆袭啊 而且天宝发达了 多不忘带上兄弟一起享受荣华富贵 现实中升官发财还能享着兄弟的 这人绝对能处 天宝像一个在现实里摸爬滚打的小人物 他和正常人一样 有七行六欲 本事又比大多数人强 一心想成为人上人 坚信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成功的极度渴望 导致他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 天宝的失败在于心狠手辣 目光短浅 为了尚未不择手段 得罪上司 欺压下属 出卖兄弟 杀掉自己的女人 他要是不失去初心 真正为百姓着想 混到这个地步 那才是真的励志 卧槽 难怪会说董天宝最让人励志 单单是这声怒吼 就诠释了什么叫做苦干 不得不说 能把这个人物演得如此有野心 有魄力 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做到 不愧是钱小豪 而卡索扮演的董天宝 也是十分的经典 要说到底有多经典呢 用一句话形容 就是除了这个版本的董天宝 其他的我一概不认 不过据说 在拍这部剧之前 导演可是丑死 因为能跟李连杰演对手戏的人 实在不多 为了能够塑造出一个 能跟张三峰匹敌的角色 导演便把目标 锁定在了钱小豪身上 毕竟号称替身之王的他 功夫绝对不弱 而彼时的钱小豪 过得并不容易 从一开始的武侠片 再到后来的僵尸片 都没让他破起来 这次等来李连杰的功夫片 他更是没道理拒绝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而他也没让导演失望 他将董天宝的一生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没发迹之前 能和兄弟同甘共苦 在发达后 又不忘拉一把曾经的兄弟 只可惜的是 他太过急功近利 对成功极度渴望 导致他没有学会 控制自己的欲望 让曾经那个屠龙少年 最终成为了草菅人命 滥杀无辜的大恶能 直到看见这张图 我才知道李连杰的能量有多大 他真厉害 不是市长 就是邓爷爷 就是国家主席 不是 1993年 在拍摄太极章三峰时 袁八爷遇到了捡头疼的事 那就是这部剧里 包含了大量的战争场面 急需一大批群众演员来出演 但偏偏剧组招的群众演员 完成不了这些场景 要不就是人太多了 跟不上袁八爷的节奏 要不就是导演的喊话 听不清楚 这样一下来 如此混乱的场景 拍出的画面 根本就没有古代士兵 那种骁勇善战的磅礴气势 没办法 导演看此情形 只能停止拍摄 另想办法 而李连杰在得知 导演的烦恼后 便主动请营 表示自己有办法 由于当时这部电影 是在北京附近拍摄 可以说是到了 李连杰的一幕三分地 于是这袁八爷 也就半信半疑的 将这件事 交给李连杰 但万万没想到 李连杰直接拉了 一个营的兵力 来协助拍摄 而且在拍摄期间 军区领导觉得 虽然是群演 但还是要会两手功夫才行 不然会拍得不像 于是就让李连杰带着战士们 去练武场 扎马步 练功 这场面可谓是十分壮观 最后这群战士们 也没让导演失望 他们一个个身姿挺拔 英姿勃发 不用演 就将古代士兵的 驰骋僵场的气势 给轻松演绎了出来 以至于原定 一个月的拍摄时长 战士们仅仅用了两周 就完成了这些场景的拍摄 由此可见 李连杰的强大人脉 还真不是吹出来的